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 哈希表 说到哈希表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哈希表呢 他也叫做这个散列表 也就是散列表 他是根据什么呢 关键码 关键码值 他有一个这个 关键字有这个包括什么呢 关键码值 有个关键码值 根据这个关键码值 而直接进行访问的数据结构 就是哈希表 就什么呢 根据关键码值 嗯 而直接 进行 访问的 数据结构 也就是说 他通过把这个 关键码值 映射的 表当中的一个 位置 来访问记录 应访问 以加快 查找的速度 这个映射函数呢 就说是他还有一个关键字是什么呢 映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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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通过这个关键码值呢映射到这个表当中的一个位置来访问记录 这个映射函数呢 这个映射函数呢 就叫做散列函数 就叫做散列函数 传放记录的数组 叫做散列表 散列表 传放记录的这个数组呢 就散列表 比如说呢 我们 举个例子 给定一个表m 给定一个表m 存在函数 fk 对 任意给定的关键字是k 来代入函数后 如果能够得到 包含 该关键字的记录在表当中的地址 则称表m为哈希表 函数呢 为哈希函数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哈希表的 一个 简单的实现 就是哈希表以及他这个常用算法的 这个代码实现过程 首先呢我们 常用的算法呢 我们首先是直接定值法 跟这个 数字 分析法 平方 取中法 折叠法 随机 数法 等等 在实际 工作当中呢 需要试不同的情况 采用不同的 哈希函数 首先呢包括考虑这个 因素 包括这个计算哈希函数所需要的时间 硬件 指令 等等因素 关键字长度 哈希表的大小 关键字分布情况 记录查找的频率 等等 都是我们在实际工程当中呢 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编码部分 首先呢 我们需要引用投文件 include include stdl5.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clude mass.h 然后呢我们来 申明几个这个数据结构体 stract hashtable stract List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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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来 TypeDefine 给它们重新命名 TypeDefine 我们这个Struct Struct这个HashTable 给它重新 命名为什么呢 HashTable 然后呢 TypeDefine ListNode呢 定义为Position 定义为Position 好的 然后呢我们Position呢 再定义成List 对称这个List 对称这个List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定义几个这个函数 第一个呢是 HashTableSize Hash TableSize 就是Hash表的这个大小 接下来 NextPrimal Int NextPrimal 参数呢为 Int X 就是下一个 它的这个分布 再然后呢我们来看 再然后呢我们来看 它的这个表的处置化函数 返回之类型呢为 HashTable 然后呢函数名 InitUless Table 来处置化我们的核起表 Int TableSize 表的大小 表的大小 然后呢销毁Hash表 Void Distroy Table Table 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Hash表 HashTable 的参数 H 好的 再还有一个 函数呢 就是我们来 查找函数了 查找函数 查找函数呢它也是 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所在 返回之类型 Position 函数名呢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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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搜索吧 IntK 是我们要找到这个关键字 映射关键字 关键 关键码值 关键码 然后呢是Hash表 我们在哪一张表 我们进行查找呢 HashTable H 好的再接下来就是 插入跟删除 Void Insert IntK 是在哪一个码值里面插入内容 当然在哪一张表 哪一个码值插入内容 然后呢是删除 Void Delete 当然它的这个参数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这个复制 粘贴下来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我们的这个Struct 定义我们这个Struct 首先呢定义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StructTable HashTable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Hash表 这个里面呢 首先结构体里面呢 我们需要包含的是 Table的大小 硬层 TableSize 然后呢是它的一个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的话呢 就是这个list note listnote position next 就是它下指的 另外就是下一个这个关键码值 所指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它这个listnote listnote listnote listnote呢它包括 或者什么呢 它包括我们的 硬层 element 元素 元素 然后呢 再来看它的这个位置 position next 它也包括这个next 好的 这是两个结构体 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 呃就来实现 呃 这几个这个重要的函数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函数 hash函数 好的 然后呢它实现的话呢 它很简单 直接得到我们的这个key就行了 这是得到我们的这个key的 return什么呢 key 抹上一个我们的table size 抹上一个table size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那个next print 就是来查找我们这个下一个这个地方 ok 这个实现的话呢首先呢我们定一个标记 inter flag inter flag 然后呢我们wire循环来找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便利 首先的话呢让呃初始化flag 初始化为0 然后的话呢 定义印则型的变量n i 然后呢 印则型的变量n 让它 来 开根根号 flow的强制转换x for循环体里面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个i呢来进行这个便利 inter i i等于2 for i等于2 然后呢 i 它如果小于等于n的话呢就满足我们的这个条件 条件的话呢我们就找出当然需要判断 if什么呢 x 磨上一个i 等于0 x bi bi 整除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让flag呢 等于1了 就让flag等于1了就说明我们找到了 就break 就break 就不继续找了 好的 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最后flag还是等于0的话呢 if flag if flag 等于0 则我们直接return x return x else的话呢 就是说flag等于1 我们让x呢进行自加 直到flag等于0 就是我们没找到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找到它总共有多少个 好的这是我们next prime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init initualize 就是初次化函数 他的话呢也比较的这个简单 首先呢我们判断这个table size是不是小于等于0 if什么呢 table size 小于等于0 则他有问题 则print for print for print for什么呢 散列大小有问题 反系缸n 如果大小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来定义一张table hashtable定什么呢 定一个table 等于 等于 hashtable强制转换就是我们申请内存 maloc sizeoff structs hashtable 好的 这申请内存 申请内存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判断我们的内存 分配 呃是否成功 if table等于那两 则说明分配内存 失败了 就print for 分配 内存失败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设置这个呃 table的table size table size 呃就是表的这个大小呢 为什么呢 调用这个next prime 啊 nextprime 参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table size 然后呢设置他的这个thelist 设置他的这个 呃 呃他的这个position呢是thelist 嗯 喂 星 thelist 好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一块呢 他是thelist 呢 呢 就设置他 为什么呢 position 星 强制转换 来申请内存 malloc size of list 乘上一个 呃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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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好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判断他呃内存分配呢是否正确 这是判断他的这个table 兼thelist ok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呃给他这个thelist 呃0呢来进行这个分配呃内存来分配内存 我们呢 可以直接呢把它这个先复制 粘贴下来 粘贴下来 这是他的这个 list0 list0 来申请内存 我们这一块呢就不是强制转换为新的 直接是强制转换为他 调用他的这个 呃什么呢 sizeof的话呢 他是这个sizeof 这里面呢他是这样子的 调用table的什么呢 table size 乘上一个 sizeof struct listnode listnode 好的当然呢我们也是一样需要来判断呢他的这个分配呢是否 成功 呃如果失败的话呢我们就提示失败 然后呢第一呢行的 for i等于0 i 小于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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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size 让n呢进行自家 呃 呃 呃循环体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来进行他的一些呃这个其他的数字化了 呢 呃 table的 呃 the list i 其他数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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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等于什么呢 table 等于table的 the list 0 the list 0 加上一个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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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处处化的一个这个table 好的 这是处处化函数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查找函数 也就是搜索函数 fand fand函数的一个这个实现过程 fand函数的话呢 首先呢 我们在里面定义一个中间变量position position p 定一个list变量 listl 等于h间什么呢 等于h间 他的这个list the list 下标 调用hash函数 得到他这个下标 k h间 table size 好的 这得到了他的这个l了 然后呢 让这个p呢 等于 p 等于l 见next well 循环里面我们来处理 啊 由他来来 来来来找出我们所需要得到的这个 呃 呃就是说所需要得到的这个值 就是 vrp vrp p 不等于那了 按到我们的element或者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k的时候呢 我们就找出来了 当然我们如果是p等于那了的话呢 if p等于那了 我们就retire了 就是说是也是没找到 直接retirel 而如果找到的话呢 找到的话 我们直接retirep 直接retirep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 算的函数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有这个 插入 跟删除函数 插入删除函数函数 首先呢 我们来实现他的这个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样 需要定义这个position的变量 positionp neu cell p等于 find k h 我们find的f呢 要大写 好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p呢 来查找k 通过p来查找k fp g-element 不等于k 则让他呢 往下走 不等于k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来 给他这个申请内存 neu cell neu cell sizeoff struct listnode 给他这个申请了内存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好办了 我们就好办了 然后呢 啊 这是他的这个if条件 如果说他等于k的话呢 我们再来判断 再来判断 OK 再继续呢 就是我们 如果说他申请内存失败了 new cell 等于nana 则 printful 内存 分配失败 繁星-n iOS 则让p 等于h gen the list hard key hgen table size 当然了 它这个中间呢 它是一个这个下标的格式 好的 然后呢 new cell next 等于p gen next pgen next 等于new cell new cell gen element 等于k 这就查找出来了 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 不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重新给他这个分配 如果存在的话呢 else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printful printful 已经存在 该值了 已经存在该值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实现 delete 就是删除 删除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定义这个position的变量 p cell p new cell 然后呢 让这个p呢 等于 find key h 找到之后呢 我们判断 fp gen element 等于k 则呢 我们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来删除它 new cell 等于h gen the list 把他呢 带进来 ware循环里面来删断 ware new cell -next 不等于p 则让他呢 往下走 往下走呢 new cell 等于 new cell gen next ok 找到之后呢 如果找到之后 我们就什么呢 设置这个 new cell 等于 new cell gen next gen next 等于p gen next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p呢 释放掉 free p 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删除了 二次的话呢 我们就提示 没有该值 prent for 没有该值 好的 这是delete函数的这个实现 到目前呢 到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个函数呢 就实现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呃 接下来呢 在这个曼函数里面呢 呃 来进行这个应用 首先呢 我们定这个 hash table 的一个hash表 table 呃 充实化 intualize 大小呢 设置为10 我们这个ntualize 我们 呃 ntualize table 应该是 直接复制 站跌过来 table size呢 我们设置为10 然后呢 定一个这个position p等于那了 p等于fand tualize tualize 然后呢 prent for 本号地 反应按 pc element insert我们来插入数据 55table 然后呢 insert 90 都是在这个 核心表当中的 来进行插入 我们总共呢 给他 呃 先插入 四个吧 35 33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fand p 等于 fand 找出55 table ok 再然后呢 我们print for 把这个p的值呢 给他这个输入出来 p的element 输入出来 再然后呢 我们p 竟然fand 33 33 给他这个输入出来 最后呢 我们来delete delete 33 delete 44 然后呢 我们调用这个system pass 好的 呃 这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应用 然后呢 我们来呃 看一下他这个运行一下 先生成一下这个契约方案 生成成功之后呢 我们来controlf5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呢 我们这个电用他这个find的时候呢 他没找到我们的这个十 他输出来是一个呃 很负的一个数 这个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数 因为他没有找到 然后呢 第二次呢 他找这个55的时候呢 他是找到了的 他找到了的 他找到了的 哎 fand fand 55 他找到了 哎 fand 33 他找到了 然后呢 fand delete 33 删除之后 delete 44 44 他就提示大家没有概值不能删除我们的44 好的 这是我们的哈希表的实现 以及呢 他的这个应用 哈希表的实现 和应用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呃 客户作业 自己学习 和实现 广义表 好的 关于我们哈希表的支持点呢 就讲解到这些 谢谢大家